由導演陳凱哥撿到的電影 日前在北京舉行發佈會 一眾電影主角包括黎明、張子儀、 孫紅雷、陳紅和余少群等等 亦有現身 而身兼藝術顧問的梅蘭芳後人 梅九寶亦有參與儀式 還送上一幅《澳梅飄香圖》 給陳凱哥和劇組人員議事支持 梅九寶在台上除了大賞電影出色外 還表示主角黎明飾演梅蘭芳 無論是男裝還是花彈造型都相當亮麗 令Leon都即時有點尷尬 所謂《曼宮出世貨》 陳凱哥拍攝這部電影足足有三年時間 他就說雖然時間是長了些 不過就有很大的收穫了 最大的收穫是 我從這部戲的主要人物就是 梅蘭芳先生的身上學到了很多東西 我甚至在研究他 感悟他的過程中間 看到自己的不足 覺得有些事情如果放到今天的話 也應該像梅先生那樣處理 他一生都是一個彬彬有理的人 他也在那個時代遇到過很多的爭議 但是我覺得他在所有的這些爭議面前 都是很沉默的 我覺得有的時候沉默反而很有力量 對演員來說要演好一個歷史人物絕對不簡單 加上還要含蓄表現梅蘭芳和孟小冬的一段感情 不知道主角Leon回憶起拍攝過程的時候又有什麼感覺呢 我第一次我還沒有進組的時候還沒有跟子儀一塊拍戲的時候 我在上網看了孟小冬的照片 那時候我就猜想為什麼導演要去選擇 選子儀去拍戲角色 其實我覺得就是人跟人之間 你會有些東西看到的是一個表面的 但是你有緣分去進入他內心世界的時候 你會找到很多是你想需要的 你所愛的人 那我跟子儀在一塊拍電影的時候 我相信 這是我心裡面講的話 我不知道是不是他心裡面講的 但是說真的我們在一塊拍電影的過程裡面 那種默契是很在一個兩個人的精神狀態裡面 而且我們這部電影來講 我們兩個基本上連手都沒有脫過 碰都沒有碰過對方 就是一個精神上的交流 我覺得這是一個很純潔很難忘的一段愛情 歸為國際級演員張子儀曾經演過不少角色 不過子儀就表示 接拍電影的時候 一見到自己戲裡面的造型 真是很有哭的衝動 我覺得很漂亮 就是扮了一個老生的樣子 我當時特別感動 我就覺得我可以 我可以 我之前一直就是訓練那麼長時間 每一天就是在練最枯燥的基本功 然後就為了舞台上呈現那十幾秒二十幾秒 然後當你第一次扮上以後 我有一種想哭的衝動 演員要投入一個角色 多數都需要時間揣摩 不過若然自己的性格 和戲中角色性格相近的話 演出當然就更加得心應手了 孫彤雷就是一個好例子 我演了那麼多的角色 我終於演了一個 我自己能夠暢快淋漓的這樣一個角色 然後不用去想技術手段 我直接把胸膛敞開 把心肝肺掏出來給大家就行 所以電影中的這個人物跟我生活中的內心很像 這個人物基本上不用怎麼演 其實跟我內心是極其相像 要演活梅南方這個由離原小戲圖 到家傳胡曉的命令挑戰性相當之大 因為從語言、肢體表演、身段 男裝、女裝的表現真是少些演技都不行 男主角黎明就在陳海哥導演的指導下 做到舉手投足女兒身、愛國愛家、愛戲迷的男兒心 你幫你拿什麼找點看 你這麼喜歡這兒 這麼喜歡這兒 你回到這兒 這麼樣看得也這樣 在電影中 張子儀是飾演私戀梅南方的孟小冬 見到自己的老生造型 子儀就說真的很感動 還有想哭的衝動 聽聽嗎 一點兒子喘兒子軟 夜,夜叉,行不失 und 事物 出现琵琶飞花贝 看开 顷太球变出 由陳凱哥導演 到黎明、張子儀、孫紅蕾 和陳紅等主演的電影梅蘭芳 這天在北京舉行全球手影發佈會 吸引各地多達300間媒體到場採訪 接近1000位人士參與電影手影會的虛陷場面 而在戲中飾演梅蘭芳先生鑽旗一身的Leon 當然就是全場的焦點了 Leon不單止對自己的演出充滿信心之外 他更加好想和大家分享 在拍攝電影的過程中有甚麼得著 最大的收穫是我覺得 作為一個演員來講 只要用心做好事 我覺得就不怕可以光明磊落地去面對犧牲 真的我覺得是舒服掉人怕才掉人 導演這句台詞在裡面是整個京劇界里的音樂 我覺得每個人都會有這個會害怕的時候 但是害怕是怎麼去面對自己的人生 我覺得這一點是挺重要的成熟 淡然地去 而身為萬人迷的Leon 還透露自己一直視黎巴巴為偶像 所以無論言行舉止都以Daddy為榜樣 至於講到以鮮粉紅色年新群出席手拍禮的子儀 亦相當名艷照人 充滿時代感 真是令大家很想知 當子儀第一次見到自己是戲中的京劇造型的時候 會有什麼感覺 我覺得很漂亮 就是扮了一個老生的樣子 我可以 我之前一直就是訓練那麼長時間 每一天就是在練最枯燥的基本功 然後就為了舞台上呈現那十幾秒 二十幾秒 然後當你第一次扮上以後 我有一種想哭的衝動 其實Leon和子儀在戲中的感情戲 真是很純情的 還令到Leon大身 連子儀的手都沒有機會拖一下 不過子儀就大爆 他們私底下的交流方式是非常直接的 我們今天好像 就是對那個氣場是對的 兩個人物的感覺 就是我們私底下也是就交流到 無障礙交流 無障礙交流 也是體諒到 我覺得反而說 細多細少 始終是在觀眾腦海裡面 有一個很強的成長記憶 我相信看完孟小冬在美男方電影裡面 我相信將有一天孟小冬子儀去拍的話 我相信我也會做一個多少戲的也不重要 反而我覺得做演員你當 真的很好 真的很好 對於新戲 在一個觀眾的視影會上面 獲得多位觀眾給滿分之餘 最後總評分還達到8.9分的好成績 當然令陳導演感到既開心又感動了 對您來說 對您來說因為無階當年其實有一些爭論比較多的地方 那會不會影響到您在上街 你沒辦法說會不會有些態有些態度嗎 其實我自己覺得我沒工夫想的事 就是在臨來的時候 我昨天夜裡頭12點鐘才從上海返回 所以我一直是處在一個比較勞累 比較疲倦的狀態 我自己想這個一部電影 它畢竟只是一部電影而已 有一些我們認為有價值的東西 可以被大家接收到 這樣一個信息能夠在電影中接收到 這時候我們就覺得就是於願足矣 而梅蘭芳後人兼電影的藝術顧問梅九寶 亦即是台前幕後所稱呼的狗爺 亦特意出席為電影造勢 狗爺不單止送了一幅梅花圖給陳導演 作為向劇組致謝的禮物之外 狗爺還大讚Leon在戲中的演出 搞到他耳朵都紅了 所以我看了這個影響我非常感動 而且黎明我們的行導演員 年王的氣質非常非常好 大方是一個大男人都可以分手 所以我願意一天不單在國內 我向全世界讓我周圍 都能看到梅蘭芳 現在我就要說其實 梅蘭芳又流芳 如果想看電影梅蘭芳 這麼多花水片段的話 就要密切留意無線娛樂新聞報導 嗎? 超花水片的女性 你永遠是一 Sugar rer selv